欢迎有缘的你来到我的频道 那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时空线 那我今天想要介绍的是就是塔罗牌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对塔罗牌蛮有兴趣的 或者是很好奇的 那我就想可以做影片 做一个简单的塔罗教学简易版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他们还没有自学 或者是还没有去上相关的课程 如果你们看到我的影片 或许你们会从中感到有兴趣或者没兴趣 我觉得这也是了解自己对塔罗牌 要不要再继续前进的一个蛮好的指引 那我拍摄了 就是接下来我会拍摄就是简单简易塔罗牌 的教学入门 那我也希望对很多的朋友可以协助到 帮忙到你们想要对塔罗牌的了解跟学习 塔罗牌它总共有78张 那它有分大牌跟小牌 大牌总共是22张 小牌总共是56张 所以加起来是78张 那我今天教的部分会是小牌的部分 那今天教的是全杖 全杖系列的 那全杖它是属于火元素 对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上它是属于火元素 那它跟哪一些有关呢 就是比如说跟你的体力 劳力 行动 热情 行动力 这些都有相关 对那如果说全杖一的话 它你可以看到这个牌面上 它是有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握着这个全杖 那全杖这个上面呢 有一些小叶子萌芽出来了 那这也代表一个事情 一个事件的开始 那这个事件的开始呢 大部分来说它是80%是有成功性 成功的可能性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全杖一的解释 那我们也可以再看到 如果说您来解释这张牌的话 它就是因为这是生命术的象征 所以也代表着展现成功的欲望 跟行动的热情 还有也代表着说 你即将你所面临的这个计划 或你规划的这个新的计划 即将可以有勇气的展开你的行动 是一个很好的牌翼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全杖二 这张牌 那张牌呢 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它是一个男人 然后加两只全杖 左手拿着全杖 右手拿着地球仪 那目前呢 还有它在城堡里面 那目前这张牌翼呢 就是它拥有的资源是很多的 但是它目前也是远望山嘛 就是远看远方嘛 那就是代表说 它正在怎么思考着 它要怎么走下一步 跟怎么进行它下一步的计划 那这张牌呢 也是有 比如说有合作的意思 还有就是有等待的意识 那它也有思考的意识 还有就是遇到事情要保守处理 还有就是在这里很好 但是在外面的世界更大 他的心里面 就这个男人的心里面会有一些 对于现在很安稳的资源 跟在城堡内 他是拥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他心里面却想着 那外面的世界会不会更好呢 外面的世界有些什么呢 所以他也很多的思考在他的心中 那如果说这个也代表着 一个行动力跟力量的结合 有一种互补互助的平衡 也在说明一种良性的竞争 那在城堡里面呢 生活是没有匮乏的 也是受到保护的 可是他现在想的是 我要不要前进 我要不要思考着 我要不要离开 所以这张牌它意味着有着 比如说思考保守 还有就是下一步要如何走 这几个等等的意象 那这简单的解牌的教学 就让大家自己去内化 这个是权杖二 再来是权杖三 它的塔罗牌是长这样子 对那我所用的是 维特塔罗 就是基本款 那当然如果你学到后面的话 可能你也会 就是想要买其他的一些 精致版啊 或其他的图样都可以 那我们来说权杖三 权杖三呢 你看到一个男人 手握着权杖 站在高点 向这个海 去眺望 那三只权杖 代表的是上升合作 就是三人乘户 就是有合作关系 那还有就是远方的这个船 也代表着贸易 那可能是说你会建议就是说 你可能会有贸易的合作 或跨海的合作 对那当然还是 你要看其他的配牌是什么 只是说针对这一章的 大致上的解释 重点解释是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这三 三只权杖也代表着 代表着合作 才可以让你的力量 发挥到最极致最大 那牌中的主角 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远方 跟所谓的海的这一边嘛 那也代表着 他的注意力在 集中在扩张 就是向外去扩张 还有与外界的连结 然后还有就是 他的衣服的颜色 是很多种的 可能有绿色啊红色 红色是代表行动力嘛 那绿色也代表着支援 那如果说塔罗牌上面 黄色的背景的话 大部分都代表是 还不错的整体面的意思 那他的衣服代表这么多颜色呢 也代表着他 在思考方向 他在思考面 会比较呈现多样性的思考 嗯 那这个也是 简单的 简单的教学 那还有就是 他如果是在问一个 时间性的问题的话 他也代表着 他拥有着多样性的思考 也代表着 诶 时机到了 好 因为塔罗牌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故事性的 的走向嘛 每一张塔罗牌都是 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 都有故事性 所以他这张还有代表 就是实际到了 权杖三就代表 诶 实际到了 很多的计划 你可以行动了 接下来看权杖四 权杖四一看这个牌面啊 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丰盛嘛 然后很欢愉的气氛 然后他这个牌面上 有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嘛 然后你看他这个 后面还有城堡 有一个基础点啊 保护啊 还有一个满足 风衣族食的感觉吧 有丰盛的意思 对 那你看看他上面 他这个 算是围犁吗 这个权杖上面 有很多的葡萄啊 还有花卉啊 水果啊 这就代表 呃 就是 呃 风衣族食 大概是小康 差不多到小康的 的等级 对 然后这个 还有就是也 这有两个人以上嘛 后面还有 还有其他人 这权杖四也代表着一个庆典 欢庆 欢愉 跟也有结婚的意味 还有就是 呃 比如说事情到了一个基础点 有一点小成功的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 呃 合作 还有就是 你如果问合作关系的话 他 呃 会建议说你的 你你会 你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跟合作伙伴 在沟通上来讲 都可以非常的有默契 这张的牌 牌也是非常的好 接着看权杖五 权杖五 你看到这个牌面上 就是有 一二三四五 五个 小孩子 拿着五支权杖 在 有点像打架 吵架的意思 所以这张牌翼呢 它有点 混乱 争吵 争执 的意味 存在 那还有就是 他五支权杖 然后又都是 小孩子在争闹 所以他也代表着 他的杀伤力并不高 但是他会让这个局面 反映出来的就是 很混乱 然后还有就是 很快速 这个事情也代表着 这个事情很快速的在发展 然后也象征目前的情况是比较不稳定的 然后还有就是多方 就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不合 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才导致会争吵嘛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嗯 竞争 代表这个竞争 如果你要问事情或工作话 或者是追求者 那或者感情 这方面都可以 就是他这张牌翼也有意思就是 你的竞争会比较多 竞争者会比较多 对 所以也会建议说 你当然也要有自己的特殊的才能 才可以胜出嘛 嗯 那还有就是面对挑战 挑战 那这个争论争吵 这个都算生活中的挑战 对 那你要怎么去胜出呢 那你必须要有相当的一个才能或能力 嗯 那这张牌翼就是象征一个竞争的过程 然后混乱 争吵意见不合 快速发展 大概是这几个意思 好咯 嗯 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即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权杖牌的教学 从权杖一到权杖五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就是我现在目前所有的简易教学 都是以正位为主 是不会有逆位的 那之后呢 我会再录制其他权杖跟其他牌翼的简单教学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如果你们喜欢 也觉得你们这个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那也欢迎你们订阅我 按下小铃铛 那我有新的影片的时候呢 也欢迎你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我的影片说了些什么 也很希望你们有一些其他的灵性觉醒的相关经验 也欢迎你们留言给我 那希望大家 在这个时空里面可以过得非常的美好 然后充满着很多的勇气挑战每一天 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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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